在婴儿市医护同仁正跟科技团队仔细解说如何照顾新生儿 希望透过智慧医疗的协助提高安全性 小朋友现在目前都是戴手环脚环 但他洗澡的时候也会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能够的话他不要带这些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去辨识这个小朋友是哪一位这样子 那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安全提升 为了加速推动智慧医疗 大林慈激医院和云宁科技大学共同签订合作备忘录 开始将新科技运用在各个医疗领域 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资讯非常的多 智慧医疗就是运用既有的资讯能够去协助我们的一个医疗业务精准的一个进行 那我们就觉得说医院这边有场域有案例 那我们有人工智慧的技术可以来跟我们的场域来结合 那甚至这些AI的技术也可以导入到我们的现场 协助这些医护人员来照顾小朋友或是提供医生 他在做整顿上的一个判断 产业与学术的合作不但开启全新纪元 也帮助医疗与科技融合 让智慧医疗一同来守护民众的健康 大爱新闻 邱惠玲 李明峰 嘉义大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